你的興趣會從哪裡來 會從你過往的經驗 可能是你小時候你最喜歡的 或是你被稱讚的 你到九大職能心 你就會知道說 你自己的性向是屬於哪方面的 有些是比較屬於 我們講其實九大職能心 我們分成兩塊 一個是與人 一種是與世 也就是說你喜歡跟事情共處 如果你的工作不是你的興趣 你是不是還保有你的興趣 你是不是能夠在公寓的時候 把你的興趣找出來 其實斜槓大部分 都是從自己的興趣發展出來 你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到專機 把你的興趣當成你的 你要你的嗜好 在公寓的時候 也可以當成自己點壓的方式 同時發展了另外一個專業 你認為你被霸凌了 你認為你被欺負了 不管是被誰欺負了 你去想一下是什麼事情 我們把這件事情回歸到事件本身 你先把這個事情去釐清 是問題釋出在這邊 可能你跟他的合作當中 確實讓他的事情沒辦法達成 或是確實可能踩到他的地雷了 然後讓他對你爭氣了 那如果實在是你自己找不出原因 那建議你呢 可以找你的主管討論一下 碰到天花板怎麼辦 其實有解法 你還是要回來檢視 你目前的專業在哪裡 你有沒有學習力 對不對 我覺得現在就是學習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有沒有彈性 你有沒有文獎順性 你就借贏中年 你要去檢視一下 我是不是在我的舒適圈裡面 我如果在我的舒適圈裡面 你就是要有危機意識了 你的危機意識 就要讓你要跳出去舒適圈 那可能外面有機會 要給你機會 你就試著去走 那你跳出去的時候 你一定會痛苦 當你是正向的話 你就是在學習階段 那你當成長到一個時候的時候 你是不是又到了一個新的舒適圈 看完這支影片 如果你喜歡 動動手指頭轉發出去 給你的朋友圈 讓更多人看到 立刻幫我們按讚分享 訂閱開啟小鈴鐺 你的鼓勵是我們持續做更好影片的動力哦